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长虹诊所养殖贤院长 主持人袁静好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快乐 而且快乐让你显得更健康 更美丽更有自信 是 院长好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这个天气热大家都要记得喝水 然后有时候要防晒 另外就是时时刻刻都注意这种 热之下的环境 不要照动 不要开车 不要太快 我想到天气热的时候 周末反而推荐大家可以去个 什么卖场或百货公司散个步 有些时候就是吹吹大众冷气也不错 这个很好啊 这有时候百货公司其实也是欢迎一些人去 你要知道有有些健康的频道里面会提到说 你若可行的话就是到那个百货公司啊地下街啊 就是说有冷气的地方吼 然后去的时候就是去做活动 那这样的话他有人潮那有人气 有人气他自然他有财气 然后你得到一个良性循环 那我们本身去的人怎么样 因为你走路相对比较安全嘛 是但有时候其实我们加热的时候难免也会去个户外走走 就是你去完那个大太阳底下的户外 要再进入冷气房的时候 哎真的也是要小心不要太着凉 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对比较小事 比较大的事情是说 在这种热的环境的时候 比如当兵啊户外的活动啊 这些有一定的规定 尤其尤其这种温度几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定的规定 哎怎么来预防 怎么来保护一些安全问题 避免夏天中暑 是但讲到夏天这个晒太阳啊 或太阳很大 其实大家我们女生直接想到的 那都是晒黑 就是不要晒黑嘛 对就是撑阳伞 然后各种防护都一定要做 这个我感觉是有道理啦 因为如果说 大家如果说你手 手啊手晒黑啦 甚至你晒脚 脚晒黑了 有的人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好了 那有的人可能要一年两年三年才掰回来 这个其实 我自己有感觉 就是年轻小朋友的时候可能高中生啊 的时候 晒个太阳打球没问题 现在这个年龄代谢好像稍微慢一点 黑了一下可能要一两个月才回得来 那应该是 以你来讲可能是 是现在 现在特别懂 以前的话那个赛不赛都还齐次 因为学生时代嘛 那现在来讲 有的人体质上一赛了之后就起了反应 那赛太阳赛很多的人 容易长一种叫做老人班 赛班 老人班赛班 那如果说是像这种赛班赛多了 当然就是不好 那最近 有一个大陆的知名歌手 他就是皮肤癌过世 皮肤癌过世 那讲到皮肤癌我想大家都懂 都大家很 应该说最后很普遍的知识 每一年 大概在台湾都有三百位的皮肤癌 的问题出现 那黑色素细胞瘤就典型的皮肤癌 黑色素细胞瘤典型的皮肤癌 那这个林口长庚医院的皮肤部的 副教授 防御会就指出 皮肤癌虽然是长在皮肤上面 但是民众很容易忽略 很容易忽略 那可能说你这些班典 包括你这些治 到底你是随时的变化 会不会有癌症的癌化的可能 在台湾来讲是相对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点字的很多 诶 竟然是这样吗 还有治疗班的人很多 比较老人班治疗的非常多 我们每天看老人班 我们说那老人班听起来就不舒服 很简单啊 拿掉以后就变年轻了 所以老人班的很多 那皮肤癌的这个比例非常高 很多很多 那院长要不要说一下 为什么因为台湾点字多 或者是点闹 就是处理老人班多 反而皮肤癌的状况就降低了呢 因为你预防里面就是说 拿掉就知道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预防 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癌化 会不会癌化 那皮肤越白的人 这种皮肤癌的比例就会越 反应会越明显越激烈 那是对比出来的嘛 那我当然有时候目测 也可以看出有没有癌 那当然这是病理上的一个 病理跟临床上的结合 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有这种班 是连续排三排的 齁 连续排三排 这是裂兵式的 齁 病理科里面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裂兵式的这个情形之下 这种皮肤的色素要特别小心 那皮肤癌化的可能就特别高 当然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摩擦的地方 你脚底有摩擦的地方 第二个有出血容易出血 出血代表被刺激 那第三个有变大 大家都知道变大嘛 那变大里面还包括长角 哦那个就比较麻烦 变大长角代表这个细胞 是一个很活化的 所以他原本 比如说在我们脸上 假设他是一个点 然后你常年看他都只是一个点 那突然有一天 你开始发现他的面积扩散 或那个边缘开始 像院长说的一样 就是开始不规则化 那就是要特别特别特别留意了 你讲得很好 叫不规则化讲得很好 那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从小到大这个 像这个字 他本身的改变不大 然后是正常的 小就这么小 然后大就这么长大 但是如果这个字 他开始长一个角了 第四个就变色 因为变色代表是一个活化 活动的 你一个活动的时候 这等于是一个活活山 他可能就是一个癌化的可能 所以这种四种情形 常见的这种情形 我们就要把它拿掉 那拿掉的话就很简单吧 拿掉你不管是用雷射拿掉 或电烧拿掉 或者雷射安全点滞 这些来治疗 安全点滞 那特别提到的就是说 雷射电烧都可以 然后再来就冷冻也可以 但是我们目标是在于 治疗以后能够达到有效以外 就不要留疤痕 不要留疤痕 那不要留疤痕里面最好的名称 叫做安全点字 安全点字 那简单的讲 安全点字就是说 我们一般传统的教科书都说 0.3到0.5公分比较大的字 就要用开刀 那如果用开刀的话 那个在以前叫开刀 现在叫做开玩笑 开玩笑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字0.3 0.3到0.5的话 你用跟它开刀 除非你证明是癌症 否则我们目标就是把它拿掉 那拿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直接把黑色素抓掉 就像一颗花生米你想要吃这个花生米 放在桌子上 你就直接把那个花生米拿起来就好了 你不需要把桌子挖一个洞 院长你的比喻真的很好 如果桌上有一颗花生米会一粒芝麻 你是把那个芝麻或者是花生米拿掉 你不要去挖洞 你不要挖洞 所以这种所谓的安全点字 是目前看起来是最容易被肯定 是最一个是有效于外 一个是确保是不要留疤寒 那院长我自己差题好奇一下 因为我们讲到的痣啊 院长讲的是说 避免癌化的可能嘛 那有没有有一些人脸上 他是不是因为癌症 像院长说台湾人很喜欢点痣 对 对那其实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点痣呢 这个台湾点痣是一个习惯 因为我们的皮肤脂 一般来讲有三个情形 第一个是白 第二个热 天气热 所以化妆的比例就会减少 那你如果白里面透几个字 就是等于是白纸上写上几个黑墨字一样 看起来就特别的明显 就有点皮肤白长一些老人斑 看起来不要老人不要长有一些啦 长个三五颗的那个斑 你就觉得很奇怪 院长不要说长斑啦 就是皮肤很白 脸上长一颗痘痘都觉得好讨厌喔 是啊是啊是啊 那这个地方如果对比起来 日本的话就没有点痣的问题 你知道日本他们的皮肤白照长 但是这没有点痣问题是在于说 他们可能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化妆 然后日本是做最多的是除毛 是那为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喔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刚刚杨院长有提到 为什么台湾人是点痣多 但是日本人是除毛多呢 这个故事我一定要听听看 这个很有趣喔 那个日本的这个是两个故事 其中一个就是说是到有一次到出国 然后在国外跟日本在一起 大家一起参观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就说哎你们皮肤怎么长那么多的痣 他不在意啊 他们认为说那个痣化妆就可以盖得起来 可是日本人他对于这种除毛 会非常的在意 因为那个化妆盖不起来 化妆盖不起来所以他要努力除毛 所以其实是因为化妆会影响就是那个脸上的那个细毛会影响到化妆吗 所以对对对所以说日本有个有个医疗单位喔 他的雷射就是有他 譬如说我们常用的雷射30部喔 那他那个那个医院里面他只有雷射就16部 他16部那16部里面好像光就除毛的雷射就占8部 除毛雷射8部 所以日本人很喜欢除毛是因为化妆盖不起来 那反过来是在台湾来讲你可能用了20部30部的雷射是做各种的 你可能有斑有斗有疤痕有痣 胎记有刺青 甚至你要所谓的修护型的雷射退红 包括很多人开刀啊或很多人的疤痕我们要把他退红 所以说在台湾来讲我们通常用的雷射会是属于联合疗法比较多 那日本的话他可能用的雷射是除毛的雷射为主 他对于斑他会把它遮起来因为化妆化得很厚 化得很厚所以地区性是不一样的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皮肤矮喔 有一些情形有斑的话真的有摩擦的地方 刚刚讲的长庵医院的零口长庵医院的皮肤矮 的副教授黄玉慧就指出 有四种情形就肌体细胞癌的可能 三种肌体细胞癌 临状上皮的皮肤矮 还有黑色素细胞瘤 这些的变化其中就如果说最恶性的你遇到这种恶性的那一种 这种皮肤矮的话很麻烦啦 所以基本上不管用我们民众一定是没有办法分辨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所以状况就是院长前面讲到的 拿掉就好就是有变化的看起来活的也有变化的出血的 然后你可能摩擦的经常在脚底摩擦的 或者说你最近有变色的 所以其实是我们要先提前预防就如果那个斑啊制是在院长说就是常常摩擦 或你去抠一直抠的地方 其实本质上就要先处理 那可不可以养的字一定要拿掉 会养的字一定要拿掉 当然这种故事讲起来都有点辛苦了 刚刚提到大陆有个歌手 皮肤矮那36岁就再见 那台湾有个医生很小的那个还没有到达医生 就是说他是在做学习医学生时代的时候 他大大事的时候 应该说他他也会喜欢一个小女朋友 就是同样学校的 然后呢他有一天这个这个准医生就跟他的那个总医师讲说他脚底有质 脚底有质 然后那总医师他的等于是指导的总医师跟他看一下那个脚完蛋了 就知道那个脚那个质有问题 因为在好像是在脚的大拇指 后来就把他拿起来切片检查 然后已经是癌症的可能 所以如果你有感觉那个质怪怪的拿掉就好了 拿掉很简单嘛 你用用雷射也好用电烧也好或者是用所谓的安全点字 安全点字当然是是最容易被肯定 为什么最不会留下巴胺 或者说比较大的字你再大的字你用安全点字 那安全点这个最简单的形容就是说你就是你把黑色都抓掉就好了旁边都不用切 不用去切一个巴胺留个巴胺 那什么我要做病理切片你没有癌症你不用等病理切片你就把他拿掉你就没有癌症的可能 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些院长说的一些可能肠摩擦的部位或者是你看了不喜欢的部位或者是你会用手扣的部分其实还不用等到说真的要预防病变的状况你就是先把它安安处理掉那其中有个红字就不用担心了 红色红字红色的字有的人会觉得说他可能会出血不会出血红色字安心红色是代表是血管小血管的凝集 然后那个根本不会变坏 红色的是安心那有人就觉得很好看像玫瑰 有人看起来很有福气 然后有人那个红字又很漂亮 所以这个选择是说他不好看拿掉 那自己如果说是属于暗色的 假设他有点像紫色的时候代表是什么 他已经不是红字是代表一个小胎剂 小胎剂拿掉拿到就好了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皮肤问题真的是学问很大 大家就是要自己留意你的皮肤状况 但是夏天我们现在天气很热也是少晒一点太阳适量晒吧 对了那要晒当然是一般来讲是背部比较适合 很多人背部会长痘痘耶 因为长痘痘在用处理痘痘的问题解决就好了 当然治疗痘痘最快的方法不是擦药吃药 是洗脸 用洗澡的方式去洗 那洗了把油脂尽量洗掉尽量把它洗掉 油脂尽量洗掉以后他就不闷 不闷的话痘痘就会减少 那万一有痘痘的话那通常差药没有效 你就用客观来讲是用保养的方式 那要么就用针去挑 要么就用镭射比较快 镭射直接把脓拿掉也比较快 而且修复比较快比较没有霸函 300颗的痘痘300颗的毛浪花眼可能用镭射一下一下子就去掉150颗 那留150颗的第二次治疗这样就好 听起来还是蛮可怕300这个数字脸上会不会都是烂痘啊 那个烂痘的比例太高 因为很多那种洗脸运动选手都是这种烂痘子啦 那烂痘其实他不是真的每一颗都弄很厉害 是什么是毛囊眼 然后就暗苍粉刺 所以他就整个脸都在发炎了 那个太多了 现在太多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了 那就是说要治疗 可是不一定会留疤啊 你在出局你努力洗脸之后 你不断的洗脸到毛孔通胀 他就好了啊 那你真正雷射的范围大概等一两百颗而已 那个都无所谓的 是但讲到这个痘痘 我就想到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 夏天饮食要注意小心上火 痘痘或粉刺就拼命长是这样吗 这个是跟荷尔蒙有点关系啦 年纪轻的时候荷尔蒙 比较活泼 然后流汗多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把他 把他那个相对的把他拿掉 好我们把刚刚的那个字这种 正常之下可能有表现几个类型 比较明显的字 那一般的咖啡咖啡色素啦 豆疤啦 豆疤大家都知道嘛 那个多手都有转过 然后暗沉皮肤变暗沉 这种皮肤的修补 应该说是很容易处理的 那用简单的联合疗法就可以了 联合疗法就可以了 是所以真的是夏天皮肤状况多 流汗的时候院长交代一定要好好洗脸 对洗脸啦 那防晒的话就拿伞 我觉得有时候拿伞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喝些水拿伞 然后避免就是说过度的喝太多的那种 含糖的饮料 那含糖饮料吃太多 或者说例 例如说有的好吃的东西太甜的话 在现在来讲 观念上已经所谓的修正了 所谓的太甜 一般来讲是所谓的 甜度13度以上 可是我们其实现在我知道身边满多朋友啊 在喝手摇饮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开始选择半糖 三分糖或五糖了 这个都是一个进步的现象 因为这是慢慢修改的 你喝挡不住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甜啊 可是当你的味觉已经比较灵敏的时候 一般的比较灵敏 我有一个标准 这当然是我研究的 我思考跟研究过的 17岁的时候对于一些贡丸 对让贡丸分辨好不好吃的时候 是代表你的反应比较好 为什么是挑贡丸呢 院长喜欢吃贡丸吗 不是贡丸挑贡丸 是因为从小大家都在参加聚会的时候 结婚典礼的时候 好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谈贡丸的事情 是贡丸有多厉害 休息一下啰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长红诊所杨志贤院长 是的大家好 哎院长我们刚刚聊到一个贡丸很有趣 就是贡丸是一个味觉改变的象征 那个是因为视觉 味觉 听觉 触觉 都有某些的成熟的进步的时间点 对 那么其中我观察是贡丸的时候 当你在17岁的时候 就可以分辨很多这个贡丸好不好吃 不是说一口拿到 小时候聚会的时候 有贡丸 然后大家叉子就叉一下 哇 四颗五颗叉子就很高兴 那个是在我们小时候跟着 父母 或者是跟着主父母去 给人家按课的时候就觉得哎呀 那很有趣有贡丸可以吃 可是等等到你会比较大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对着味觉要不要吃 我想每个人都有经历这个过程 对喜欢吃贡丸跟喜欢吃水饺 可能水饺都是水饺 但是包的怎么样 对17岁可能味觉就不一样 当你味觉能够灵敏 那当然现在的人可能被培养出更灵敏 你就就像那个电脑的进步一样 知信的进步一样 你可能13岁就很会分辨好不好吃 或者不要说是好吃 会不会很雕嘴 对不对 那雕嘴不是互相 是说你很厉害 就那个反应就很 对所以味觉可能是因为年龄不同 而成熟和调整 对那个包括触觉 就是说视觉 就整个的那种反应脑筋 这其实是包括我们的反应脑筋的问题 是但我们刚前面是 为什么讲到贡丸这个事情 就是院长呼吁大家说这个 含糖饮料 含糖的饮料不要吃太多 就跟那个抽烟不要抽烟一样 那个含糖饮料吃太多 你那个势必将来后遗症 那个含糖饮料是什么后遗症很简单 就是你含糖饮料进去以后 你的整个血管都浸在糖水里面 对所以你就说你适量的吃就好 就像水果不要过甜 水果过甜的话 你不要想水果就是代表说一定是很健康的东西 你那个过甜的水果你吃起来 其实不是在我们现在在谈而已 很多的那个民众现在都已经知道说过甜的东西你这个身体有病 你还吃太甜的东西也不行 所以以前包括农委会都有过这样的节制就是 哦那个 他的这种甜度系数 不要超过 不要超过15 不要超过更不可以到达18 到达18 你以为太甜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吃 没有有人不敢吃啊 吃下去的话等一下要找医生 那要吃不完的 但是讲到这个太甜的部分啊这味觉会有变化 但我想要回来讨论那个贡丸事件 就是贡丸啊我觉得其实院长举的例子是说 哎可能我们17岁的时候味觉分辨 其实会比较不一样吃贡丸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是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贡丸两颗 这个圆圆的形状 就是我们在讲吃的时候很好 但如果挂在脸上其实就不太好了 今天我们会提到这个脸部的这种感觉那个 灰灰灰灰的 脸上有贡丸我觉得可能应该就是在那个嘴角附近 或者是远远肉肉脸上的这个叫寒糖果 嘴角附近 没有到达贡丸的程度就是在嘴角的两侧 不管你多少的年龄都有隐隐约的发现有两个叫做寒糖果 微凸尤其在20岁左右就感觉有两颗糖果 然后这个招物者就是说我们做人类的时候就一个很有趣 他这两个糖果就是设定是什么是保护你嘴角不要被拉开 就是保护你的嘴角就是维持的不要裂开 所以这两个脂肪球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困扰 就好像觉得脸上有掉了两颗两颗的这个脂肪球 所以这把它抽掉的人就很多 那我们有些人也会用贡丸来形容脸型就是贡丸脸 就是有时候听起来都有一点哀伤 这个贡丸脸或者是肉肉的脸这个都是很阴忍 如果说他的眼睛像月亮多好 然后都是月亮惹的话也不一定不好 那院长有些人我发现其实他们身材是瘦的 但是脸型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如自己的期待 到底为什么明明身材很瘦脸型看起来还是会有肥胖感 院长要不要帮我们说明一下五大原因 这个情形就是说我们讲说这种脸型好或不好 我们很难去绝对的评估 但是我记得有一点英国因为英国很多的媒体都是假的 很多媒体国际上很多媒体都是制造新闻是对的 就是英国有个媒体之前就他们就是所谓的统计里面 英国做个统计就最好的脸型是什么脸型 最好的脸型是台湾人这种脸型 这个听起来蛮鱼有容焉的 他们最漂亮的高中生所有的高中生最漂亮的就是台湾人的这种脸型最漂亮 他到底他指台湾人这种脸型是哪种脸型 他不是指台湾人的这 他是指我们像我们这种人的脸型最好在台湾来讲是最好 为什么因为他们脸型是长条型的所谓瓜子脸鹅蛋脸很多 脸瘦瘦一笔划下来很瘦的比例很高 所以他看到跟他那些不一样的有点圆圆有肉肉的感 特别漂亮特别性感 所以那个美感是每个人的视觉上 他在国际上有这个落差 那我们在台湾来讲有可能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在脸上可能感觉肉肉的圆圆的 第一个是双下巴 双下巴真的会让人感觉脸胖 因为你双下巴其实是一个很典型是一个病态 因为双下巴多的人很有可能你的这个脂肪会压迫到你的颈部 你呼吸你可能睡觉的时候会打呼 双下巴 那第二个是脸颊比较松垮 脸颊松垮 那脸颊松垮当然是随着时间岁月啦 脸颊松垮的话往下掉 那基本上脸颊松垮往下掉的话 这个东西不用担心 要看你要怎么解决 你要花十分钟解决 还要花一小时来解决 这个脸颊松垮也都不难不难 在咬肌发达咬肌发达的人这个是有一点伤脑菌 就是咬肌发达你想要把它变脸型 要把它变小 不要变那么大 那所谓的伤脑菌 就是说你用肉毒赶进去施打 大概半年要打一次半年打一次 固定要没力 有没有什么状况 你会会让人咬肌变发达的 院长先交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咬肌要发达最简单就是咬槟榔嘛 可是我们女生不咬槟榔 很多女生不咬槟榔啊 那或者说你在咬一些东西硬的东西 咬多了自然咬肌就发达 当然没有人故意说喜欢咬肌发达 可是也不能太瘦啊 你要知道差不多五六十岁以后 有的人开始这种肌肉萎缩的时候 哇怎么瘦到那样子 那希望能够发达 这要找一个平衡感 在婴儿肥 婴儿好看大人肥啊 假设我们在脸颊有很多婴儿肥的 你要知道在法令我们的附近 旁边很肥的这个地方 如果很突的话 很多人为了婴儿肥抽脂抽个五次 抽十次都可能 抽脂做抽脂的 婴儿肥的话代表相对 你肥的地方是代表法令文就凹 凹凸是对比的 所以婴儿肥太肥哎 这个就不行 还有嘴巴旁边有喊个 喊糖果啦 嘴角旁边有两个凹陷的 那当然还有包括眼带的脂肪 眼带脂肪 这常见的五种到六种的都是 我们的那种脸颊 会觉得哎 怎么比较肉肉的啦 甚至比较松松的啦 是的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讨论 该怎么解决这些肥胖感困扰了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刚刚杨院长有提到 有些人他的脸会有肉肉的 或者是松松的感觉 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他反而是有几种状况 会在脸上呈现肥胖感 我觉得把这个美感 来一个最基本的设定 就是有两个比例 第一个叫做所谓的中间 所谓美感 就所谓的上庭到中庭 就是上庭一 中庭一 然后下庭一 就一比一比一点一 下巴稍微长一点 我们的脸型会比较顺 这是第一个比例 那第二个比例 应该就是简单的讲 就是上宽 然后下载 就是说你天庭饱满 你自然就是 上面宽了以后 下面就会小了 那至于说 刚刚提到的几个那种圆圆肉肉的 那个都是局部问题 局部解决就好了 如果你下巴比较短 我们把它填补起来 如果太阳穴比较凹 把它填补起来 所以要改善所谓的婴儿肥 那改善婴儿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多出来的脂肪抽掉 那有时候那到底是抽脂肪呢 还是填法令纹呢 那我觉得大部分婴儿肥的话 是两者都要做 因为脂肪把它抽出来 就是降低 比如降低0.5公分 然后把它做填补是增加0.5公分 那填补材料有软性的 有硬性的 有固体的 有育体的 都可以 那时效性是以耐久的为主 这就是又软又有弹性的 那是当然时效性会比较 又能够耐久的是更好 那自己说这二选一 就婴儿肥 还是填补 这两个会依每个人 曾经有一个民众 他要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到美国去的时候 然后他就把这个问题问我说 我到底是要填补还是要抽脂 最后我把它选择是抽脂 抽脂出来以后 把一大片的婴儿肥把它拿掉 他整个脸就变得很年轻 那院长我好奇一下 因为我们脸部很满明显 如果脸部抽脂的话 会不会皮就松了 65岁以前很容易恢复弹性 所以其实是说你那个脂肪没了之后 他会自己慢慢恢复弹性 不是慢慢的 大概就等于消肿都大概弹性就恢复了 因为我们人体的可塑性 那个弹性大概放大三十倍 所以植皮来讲一片的一平方公分的植皮 你可以拉到三十平方公分去整个去用 我想这个是很多医疗单位都做得到 就是说他的这个一平方公可以分散 那当然是高等的技术 高等的技术 所以再来就是说嘴边肉的处理 嘴边肉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会掉两块 他发现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在二十岁发现 都觉得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觉得我的脸部怎么那么多 凸凹凹凸凹凹的时候 嘴边肉这个其实是脂肪 那这个地方用溶子的也可以 也可以用抽脂的 我建议是用抽脂的 因为抽脂的休息大概两三天 那你溶子的抽溶子的话 可能是要两三个礼拜 当然溶子好处是比较平均的 比较平均 就是说一个雷射溶子 那雷射溶子进去溶子的时候 那个脂肪慢慢的消掉 但是雷射溶子 雷射管子要特别小心 因为雷射管子 就不要有点灼伤的这个现象 那上下巴是有一点这个地方的 要高等的技术 上下巴为什么要治疗 这其实就是有一些人 你打呼的时候 就是代表什么 你可能是被双下巴脂肪 压迫你睡觉的时候 压迫到你的这个呼吸道 所以就会有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有时候那呼吸中止症 这个是可能的 那呼吸中止症 不代表一定是胖的人 这就是我双下巴的比例是比较高 今天其实有些人就是他身材瘦 他其实双下巴也还是有 对 双下巴脂肪堆积 有时候脂肪堆积 是特别你的体质 就是脂肪堆积 那这个治疗里面 它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不要去碰血管 你纯粹就碰脂肪就好了 那纯粹碰脂肪的话 意思就是说 以我拿这一支笔来讲 就假设我们这一位这一位的图 那我们就轻易说是往外往外 就是说我轻易说的往外去活动 所有的动作是往外往外 不往内的 不往内 你只要往外以后 就绝对不会碰到血管 这个双下巴的处理 其实是可以局部麻醉就好了 局部啊 局部麻醉你就千万不要拳马 你你你做双下巴 你做拳马的 那我们不对体 要做局部麻醉 为什么局部麻醉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觉得短小轻薄 你一个简单的局部问题 你干嘛做拳马 拳马有时候是不是 我之前有看新闻上面 有些人会有风险 不管什么都 连走路啊 吃饭喝个水 其实都有风险 所以他的风险计算是多少而已 那你局部麻醉可以做 甚至你整个脸部拉皮 都用局部麻醉就可以了 那有的医生就跟我问说 院长怎么可能 我说本来就是 你局部麻醉 所以你要把他整个脸部 把他拉皮的话 因为那有的民众就是说 我如果要拉皮 我我希望拳马 那你用拳马 你就做一半的时候 你没办法比较啊 没有办法看男边的表情 比较好不好啊 所以局部麻醉 这个是可行的 包括像我个人 假装现被开刀的时候 我的老师跟我的同事 帮我开刀的时候 一面开刀一面跟我讲话 我说你们不要讲话 你们不要讲话 他们说我故意啊 故意让你那个 看看你的声带没有问题 我说你不要哄我啦 你们是在逗我的 因为你开刀跟你的声带 没有直接反应 开甲状线的时候 所以我甲状线是拿掉一半嘛 我在台大检查 然后我在和平院开刀 那这种局部麻醉可以做的 就不要作用拳马 那有人说拳马比较 不会紧张 没有啦 你拳马是背后紧张 你拳马 拳马麻醉医师 这个是比较重要啊 是那院长 我们刚刚讲到的 不管是婴儿肥啊 嘴边肉还是双下巴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夏天 想要让我们自己 脸瘦脸变美的话 到底 要预留多少的时间给自己 因为我相信 这应该是很多民众很在乎的 这种真正操作来讲 如果本来用抽纸的话 基本上一个位置 也大概三五分钟而已啦 三五分钟而已 等麻醉的时间 等麻要不痛的时间这样为主 是 那但是我们接下来 要等多久他会修复呢 这应该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一样 之前院长跟大家分享 瘦小脸 怎么去除那些肥胖因子 哎 刚刚提到的就是 如果我们把那个部位 有脂肪部分 可以把它抽掉 那第二个情形是 不用抽的 你相对把那个凹的地方 把它填起来 就是说法令的地方 我们把法令填起来 你的婴儿肥就会变小 或者说你把鼻子长高 法令纹 法令纹的地方把它填补起来 你的脸也会向中间拉 就跟卫生纸一样 你把中间拉高 旁边就会变小 那第三个情形 像末纹你凹陷的地方 你的脸颊 末纹你凹 旁边就显得大 我们把末纹的地方把它填起来 甚至把嘴甲上扬以后 你的脸就向内缩 向内缩 直接是相对的对比 那另外一个是 可以做到天庭的饱满 微整形的概念就是 天庭饱满自然就上宽 规定是下载 还有一个是比较明确的 一个很有意义的 就是修法剂 你修法剂以后 看起来会比较聪明 比较开朗的感觉 那法剂修了以后呢 法剂最好是在 颜色是在 黑头发的部分 用修法剂的啦 等到你头发肉白了之后 或染头发之后 我们就用填补 用玻尿酸来做填补 让它所谓的 眉开眼效的这个现象 眉开眼效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要把大脸变小脸 或把圆脸的脸 变比较顺脸的脸 或者是要把脸变圆 其实都是可以用微整形 或者是用 小小的这个手术治疗 都可以 然后依每个人状况来决定 比如说两个糖果 嘴角旁边有两个糖果 直接抽脂十分钟就完成了 然后两三天的修护器 然后雷射龙子 可能是两三个礼拜 去决定啊 是 所以其实是我们会先要去 分辨的说 自己到底是哪边 让自己看起来肉肉 然后再从那个地方 对症下药了 对啦 主要是讲了两个字 叫需要 因为需要的话 比如说 最近我们对于 施打肉肚杆菌 要怎么做到最精确 那后来就有人就开发出就是如何做到最精确 那因为我很多脸上都这个实验那个实验 但是我就是没有实验那个肉肚杆菌 然后我们的同事就是自己需要打肉肚杆菌 然后他就研究一个东西让我来帮他治疗 那就知道说要怎么来做 一定要有感同身受 有那个需要说特别好 所以肉肚杆菌现在的施打 就你怎么做到非常的精确 你做的时候不要有头那个什么 眉毛高低问题 或是下降的问题 是那院长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刚讨论的大部分就是以微整形的方式来处理 可能肉肉的问题嘛 那有没有什么人他动用微整形可能都已经不太够了呢 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九十里面在微整形里面都已经是 我说小小的呃治疗 包括雷射的容纸抽纸 这些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有一部分的确实是因为你需要更美丽 或者是拉回从前找回尊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像 你有抬头纹你有眉间纹眼尾锤 就是说抬头纹眉间纹 还有眼尾下锤愉悦纹甚至眼带脸颊松弛 这个都是相应相生 这同步 基本上是一个同步性的 好那当年是美女 那现在的话 没有那么美啦 那没有那么美都还好 但最主要是说你的眼神好 然后人显得太老 哎这个眼神好精神好人显得太老 有一点输给自己输太多 而且主要是长寿命不要显得太太快老化 所以我们可以原则上是向上提升挑战地心领利 那我就把它觉得说化果他们有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化果的方式是他把皮肤往上拉往上拉 但是他拉的过程里面是不以开刀的这种把皮肤拿掉 那我们在台湾来讲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开刀的优点 就是把多出来的皮肤拿掉 跟化果的方式化式的这个拉皮来结合 那这地方我们就把它分做一个区一区二区 我特别要强调化式二区这个地方是最有一个向上提升的概念 因为提美提眼皮减少余月纹 化式的二区就是提美提眼皮减少余月纹 然后如果可行的话 有的人说那我可不可以多往衍生一下 因为你既然在二区 因为二区还有代表三区 法令文生人坐在三区 墨文生人坐在四区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开刀 局部麻醉可以做 不要说全身麻醉 那局部麻醉你三区坐在耳朵前 四区坐在耳朵的下面这个地方 固然都不错但是容易留下疤痕 所以我把它学习 我把它试着用什么向上提升 四区往二区三区往二区 然后一区尽量也能够往二区来调整 我讲说二区画式的二区最容易 让一个眉开眼笑 那远朝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我们是一个松柄脸 或者是双下巴的状态 透过法式拉皮这样的技术 有机会克服吗 应该是很容易当场克服吧 因为你那种松柄脸的地方向上提升 用作二区来调整直接往上拉 然后多出来皮肤 你就是可能厉害的话 你标准高也可以在三区四区做治疗 那包括眼尾眉尾锤 这个地方把它向上提升就好了 那至于有时候用微整形 你不用开刀 可能百分之九十五的几率 你不用开刀 你直接用填补的方式 只是说他不耐久 那你开刀可能耐的是相对比较久 所以什么样的状况以下 就是院长的经验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人 他会因为可能想要做一些改变而来做调整 其实改变的太多了 就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 你用的方法 比如说刚刚的那提升 你用电波拉皮力量不够 你直接在这个地方用玻尿酸来填补加肉毒感菌 这种这种的青春的这种组合起来 那直接做直接看到成果 这提美提眼皮 然后肉毒感菌 你不用在这种开刀之下 那你标准很高 我们就可以用开刀比较外科型的来处理 大概花个一个小时把它完成两边 应该是可行的 所以其实院长输到另一个部分的构想是 如果你的那个眼睛周围天庭饱满 上宽自然会下转 对看起来就顺眼 所以这也是解决你的肉肉脸其中一个可能性 对对 是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谢谢长虹智能所 杨志全院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